如果这边总共会有三个储存格 四个储存格复制到 这个四个储存格里面 那有点像这样 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 等于是说什么 把比如说一般留年好 这个范围的资料 就复制到这个范围 然后在下一个范围 因为有个k k等于5开始 然后k把它加了1变成6 那就复制到这边来 所以等于是说找到的东西 又再把它复制过来 那复制的原理 特别注意 一定是把要复制的来源写在后面 复制到哪里写在前面 这样的话就可以复制过来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那刚刚如果说 不过你会发现 因为它刚好是连续的 所以连续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用另外的方法写 就是如果你不要写四行 你写一行就好 那怎么写 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写 Range的话 第一个 你告诉他说这个Range 这个Range是什么 Range的B2到E2 后面有个方法 叫点Copy Copy到哪里 你只要告诉他 哪一个开始就可以了 也就是你要把这个范围 复制到哪里 你只要告诉他 开头在哪里 他就知道自动延伸过去了 所以以刚刚这一题来看 如果你要改写的话 像这边四行 你觉得说 这可不可以写短一点用Range 其实可以 OK 所以以后如果是连续的范围 我是建议你就可以把它写成Range 那写的方法 一 因为我先不要删掉它好了 我先参考 所以理论上先把这四行 加上注解 那什么叫加注解 就是在前面加单以后就可以 那怎么样把四行快速注解 最简单的方法 按右键 上面工具列有个编辑工具列 编辑工具列里面有一个叫 注解的功能 它就变注解了 那注解的好处就是说 你把它删掉到时候就忘记要做什么 所以理论上一般在删除程式之前 会先把它注解 然后再撰写 因为这样也好 因为你如果注解 你就可以拿来改 也可以知道说上面的逻辑 只是改写 所以Range 把什么范围呢 就把 当然如果你那个变数不会写 你就B2到什么 B2帮我复制到12 OK 所以这个范围 然后B2 然后到12这个范围 OK 然后帮我复制的话 就点什么 点Copy Copy Cop Copy A后面的话就加上哪 帮我Copy 到那个Range OK 你当然就先写Range 的 如果你不知道变数 先不要管它 没关系 你就Call到那个 区开始了 所以就G OK 然后应该是第五吧 不过 我们这边应该要把它改成 前后都要加变数 那这个变数的话 怎么加 这个2 还记得 要把它变成I 然后这个5的话 要把它变成K 这样就OK 所以你可以先写 写完之后再把那个变数加 变数加怎么加呢 记得 这个就是双 你看到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 移到中间 加一个I 这个前面都写过 把它空白 and 前后空白 那 这个2的话 因为它右边 已经没有东西了 所以你可以怎么写呢 直接把它删掉 后面加一个 空一个and 空一个i就可以了 就写这样 因为它右边没有东西 你不需要说还要串一个and空的 那等于多余了 OK 所以这个前面好像有讲过 and i就可以了 这边呢 这个一样 把它删掉 空一个and 怎么样呢 and k就可以了 好 这样就写完了 一行呢 就可以怎么样 把那个范围给复制过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会不会OK 如果理论上 没问题的话 那当然我先把它清 理论 先清清掉 OK 然后下拉清单 OK 然后呢 这样OK 那好处就什么 诶 程式就变短了 有没有 本来呢 这边有四行 如果把它删掉的话 其实写完之后 就会更清爽 哇 你会发现 有没有 缝回圈逻辑判断 加一个复制 k加1 有没有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这样子的话呢 比起那个 如果用刚刚的公式来做的话 我觉得这个好像应该相对的简单吧 所以反而 复杂的事情 用VP来处理 反而变简单了 OK 如果太复杂的事情 你如果用公式来处理 反而真的没有占到任何便宜 所以 因为它那个 只有一行 而且全部都要挤在那里面 而且错错在哪里 你也不知道 所以反而我比较建议 如果说你的工作里面 是相对有一些复杂的逻辑 还是建议用VP来处理 不过理论上 因为现在工作 哪有可能简单的逻辑 简单的逻辑就叫公读生就好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们要处理的事情应该都是复杂 所以 应该是不可免的 还是要把VP学好 OK 不然的话 可能你的问题 会 非常的花时间 而且说真的 如果你每天都在处理一些 这种资料上的问题 就卡住的话 老板会觉得说 那我 就是你每天都在处理这些事情 好像感觉没有那么有价值吧 OK 好 所以这边的话跟各位讲一下 就是可以把什么 把刚刚那四行改写成一个range 点copy copy到哪一个的开头就可以了 OK 这样就完成 接下来的话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说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不要有这个按钮 因为我每次点一下之后 我要按个按钮 它才会执行 那有什么方式可以不要执行 不要按按钮 其实这边可能牵涉到一个叫事件驱动 什么样的事件呢 就是当 所以特别注意 事件就是你要去想象 它这个都误解 当哪一个 当这个VPA 这个工作表值的就是它 选择二 瓜乎VPA就是它的名称 所以你把它点两下 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上面有一个什么 work sheet 意思就是说 当这个工作表 它被什么呢 预设程序 这个事件就是 预设是selection selection就是选举去change 可是我们不是要selection change 我们是要change的时候 所以你把这个后面的程序改一下 当它 当这个物件里面的 这个有个发生一个程序叫change的话 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段是change 一段是 所以你把下面这一段删掉 这一段不用 那你就做什么呢 就是检查一下 到底那个change的是不是h2 如果是h2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呢 执行刚刚那个班级的程序就可以了 所以特别之后 这边可能会要判断一下 是不是这个储存格 那我怎么知道 是不是这个储存格 特别之后 它这边会有一个方法告诉你 target as range 意思是说 它会用什么呢 这个target是一个 算是 一个物件 参数物件 它就会告诉你说 这里面是不是h2 如果是h2的话呢 那我就执行什么 班级这个动作 OK 要怎么做 不过这个可能稍微复杂 我想请各位 先试一下 把刚刚我讲的这个 这边 先试着把它改成 刚刚 四行改成一行 这一行其实云端上也有 就这里 就这一行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钛 了 费 钛 了 鱼 勾 费